你知道這什麼嗎 你知道這很好吃的玩意 裡面放的是Oreo餅乾嗎 因為啊 人們太喜歡吃這個餅乾還有巧克力 讓生產這個Oreo的公司股價 持續的創新高 雖然我不是數學家 但這家公司聽起來很不錯對吧 嘿大家好我是Gary 歡迎各位收看 機智投資生活的精選美股系列 那我們這一集啊 要挑出一檔 Gary覺得可以留意的美股標的 他就是全球處於領先地位的 臨時製造商 益智國際 欸那Gary老師我有問題 好 就是如果在基本面 和價格走勢之間二選一 用來挑選股票的話 你會挑哪個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啊 從過去太多的一個經驗 我們可以知道 價格的發動 永遠是領先基本面的 從08年金融海嘯 11年的歐債危機 18年的中美貿易戰 以及近年的新冠肺炎 哪一次不是在基本面 還有疑慮的時候 價格就不斷創新高呢 因為呢 這是市場的參與者 用真金白銀 所進行的一個投票表決嘛 因此在挑選股票前 Gary會透過 動能 斜率 加速度 還有趨勢等因子 所編寫的一個獨家技術評分系統 去進行個股評分 並且來跟大盤做一個相比較 以此啊 來判斷個股的一個強弱勢 那我們可以發現啊 一支國際它的評分有15.7分 相較之下 標普500只有7.2分 從這張圖 我們就可以看出過去一年 一支國際的績效是很虐美股大盤啊 那既然我們剛已經透過技術評分知道 可以繼續觀察一支國際 但我們至少還是要了解一下 它是在做什麼的吧 不然就可能發生 以為台積電是在賣雞排的一個搞笑場景 一支國際啊 它成立於2000年 後來呢 在2012年的時候 由之前全美第一大食品公司 卡夫食品當中所拆分出來 其實我們上一集 曾經有分享過13條的一個選股原則當中 就有一條是講到 可以去關注分拆出來的一個公司 那一支國際啊 現在在全球的一個餅乾 還有食品產業當中 是處於一個主導的地位 像是我們片頭當中有提到的 Oreo夾心 瑞士三角巧克力 還有瑞士餅乾 各個啊 都可以算得上是螞蟻人的心頭好 畢竟 這個甜食具有療癒人心的作用 這也是為何啊 在新冠疫情發生的一個時候 一支國際 它在2020年的一個營收啊 還能夠比2019年 要來得高的一個原因啊 因為人們整天關在家不吃一點甜的姐妹 怎麼對得起自己 接著我們來細看營收組成的這個產品比重啊 你可以發現光餅乾還有巧克力 就已經佔了八成 那一支國際啊 它目前被歸類為所謂的必需消費類股 這或許也是因為啊 甜食價格不高 一年到頭我們都可以吃 而它目前的一個市值啊 其實是高達1050億 那是算被誠心歸類為兼具成長 還有價值的大型股 緊接著啊 我們就來看看最近財工部的一個財報 有什麼樣的一個亮點吧 今年的第一季的一個營收啊 是來到了91.6億美元 排除掉併購 儲分 還有匯率的一個影響之後 它的一個有機營收的年增率啊 是高達19.4個百分點 那去年第一季啊 它這個有機營收成長率是12.3個百分點 其實去年已經夠好了 但你要知道今年居然更好 那公司的一個電話會議當中 就有提到 這一個部分 其實主要是來自於有效的一個定價策略 還有銷量的一個成長 那其實這也表示 公司營收的一個增長 其實不單純只是因為 欸我把這個通脹的一個壓力啊 轉嫁給消費者 畢竟消費者要買的比之前還要來的更多 對於公司才有意義啊 而看完營收 我們來看美股盈雨的部分 其實是來到每股0.89美元 相較之前成長了9.9個百分點 而且最重要的是 剛剛我們講的營收還有盈雨 這兩個一個數據 都超越了市場的一個預期 而且這次啊 如果細看他們的一個財報數據 讓我覺得比較驚喜的是 這個拉丁美洲的銷售狀況 因為不只你看它的一個營收的一個年增率 有到39% 銷量的部分更是多了7.4% 整個的一個營業利潤啊 是增加了47.2個百分點 那這部分主要是因為啊 之前在拉丁美洲流失的口香糖業務有回春 另外我們剛提到的這個Oreo的這個餅乾啊 在拉丁美洲的一個銷量其實是非常的好 而且他們啊 同時間還有把所謂的妙卡巧克力這個品牌 打入到哥倫比亞裡面 那雖然拉美現在整體的一個營收 只佔了益智國際的12% 那其實我覺得在未來很有可能啊 就會成為他們營收還有獲利 不斷增長的一個新動力 那由於這一次他們的一個財報數據 表現得相當好 所以益智國際的管理階層 它最後呢 是把今年全年的營收還有獲利 都往上調高了至少10個百分點 這在今年啊 大家對於美國經濟增長 還存有疑慮的一個現在 著實是非常難得 所以可以發現啊 財報公布之後 股價於隔天還跳空上漲繼續反映 那麼再來呢 我們從市場目前眾多的一個 分析師的一個觀點來看到 目前大家還算是相對看好 益智國際 對它的一個整體估值啊 目前中位數大概是落在82附近 距離現在的一個股價 如果對短線交易者來講 是還有肉吃 大概是6.4個百分點 那我知道有些朋友 會關心股息的一個部分 那麼以現在來看啊 它的一個股息年化率 是來到了2% 這個部分 你可以發現 它過去10年的一個股息 其實是持續的穩定增加 大概是每年都調高10個百分點啊 算是相當的一個穩定 而且你剛剛想說 股息收益率只有2% 好像很少 但你要知道 它的股價一直在走高啊 所以呢 才會在股息穩定增加的一個同時 收益率才保持在2%附近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技術分析的一個部分 各位如果去數啊 從2023年今年以來 其實它的一個股價已經創了9年的一個新高 那基本上這是屬於相當強勢的一個表現 表示創新高之後上方是不是就不會有反壓了嗎 因為大家都賺錢 那4月27號公布財報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缺口 這個跳空缺口啊 就是我們短線交易當中觀察的一個重點 因為你可以發現啊 從4月27號之後到現在 股價一直維持在缺口之上 這同樣也是對於多方一個很有利的一個因素 因此如果你是比較積極的投資人 我這邊會認為就是說 在股價接下來又創新高的時候 我們再去做一個介入 但如果你是相對比較穩健的一個投資者的話 那麼你可能就需要等到 價格回調到75這附近的時候 再去做一個介入會相對的比較適合 OK這就是我們技術分析的一個部分 不管是從我們剛剛講的基本面 還有技術面來看 其實都可以發現 益智國際是可以接下來關注的一個標的 畢竟吃甜食是我們多數平民百姓 療癒自己內心的一個行為 所以如果可以關注相對應的一個股票 在我們現代人充滿壓力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相信益智國際接下來是還有機會持續走高的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期機制投資生活精選美股系列 如果你對於今天的一個內容感到興趣 歡迎在我們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比如說